大家好,我是尚民,欢迎来到我的随时机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只,愿君多彩邪,此物最相思 我以诗人王维的诗,引出今天要做的,不是别的 它是我改良版的红豆一米养生粥 一米不到一斤,花了我七块大洋,可能它有主角光环的加持吧 作为药匙同补的穀物,营养价值特高 红豆又名香丝籽,它虽颜色鲜红漂亮,却也只能屈身给一米做配 一米,红豆和大米的比例为4比2比1 我期前把它们清洗,泡上一夜,夜未央,它们吸收水分尽情膨胀 眼睛一闭一睁,到了第二天早上,只针不到8点方向 一米泡发闪着亮光,大米翻了鱼度白 红豆宛若掉进了染缸,拿出从家带的核桃三个 拍成介于完整与稀碎之间的这个样 把它们一股脑,通通安排入锅 它们成为变身香舟的打工人 盖上盖子,来个推波助揽 用温柔的小火让它们乘风破浪 这次喝粥配面包吃,加上香肠片,挤上沙拉酱 吃法有点中西合璧 然后倒入一包原味奶茶粉 让原本朴实的粥上升了个层次 微微的茶香,淡淡的奶香 慢慢的融入到粥里 好不热闹 喝上一勺有点烫 粘稠度比较完美 喜欢喝甜的再来点白糖 细品可以感受到奶茶香 自由挥发弥漫在我的口腔 还有核桃油脂的耐人寻味 一米和大米入口松软 直冲往咽喉的方向 配上面包吃 真是个不错的健康养生餐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小伙伴们点赞评论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